尹健鋒 多謝前見鋒的人員的代表 我們現在有請到一對專業團體 我們有請法政會司的任健鋒 謝謝你 多謝各位 各位朋友你們好 小弟是一個法律界的團體 叫做法政會司的渣烈人 我是在公民社會上 是一個幼稚園的學生 請大家多多指教 其實今天上到來 來這裡是 感覺很深 因為其實明天 對我來講 是有一個叫做一周年的事件 這個一周年 就不是我跟我老婆結婚的一周年 是 明天 一年前的明天 律師會的前會長 林申強先生 是對中央政府出的一份白皮書 去講了一些語無倫次的說話 其後 我們有二千幾個律師 創了一個法律界的奇蹟 在去年的8月14日 我們 賭林申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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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好景不常 隨後的 有人大的831決定 這個最危害法治的一個決定 因為他把普選的定義扭曲到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你現在走去說 別人經常說 這個犯法 那個犯法 其實現在最大犯法 那一班 就是人大常委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叫什麼 是叫賊 喊竹賊 大家說是不是 在過了831之後 更加悲情的事都繼續發生 有928的催淚彈事件 之後其後的雨傘運動 有黑社會團體 亂打人 差人不理 有暗角打人 被人說了叫做七合五二 有 其後的清算 之後政府再硬 莫視民意去推一個爛的政改方案出來 當我們那個是傻的 大家是不是傻的 是 不過這條馬拉松 很老實說 對很多市民來說 他們實在是覺得很累的 所以 當身邊有人去跟你說 我不想聽那麼多政治 不想聽那麼多講民主政改的東西 我知道這一種心情是會很氣餒 大家會聽到會覺得 為什麼會香港那麼重要的事 你們都不理 不要怪他們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們是一個人之常情 大家都很累 很老實說 我現在把聲 經過五個禮拜的街站之後 我把聲都拆掉 我都很累 大家累不累 但是累不累都不要緊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大家 和我們十幾個專業團體一齊 手牽手 堅持到底 大家 大家可能會在想 究竟我們十二個團體 究竟我們十二個團體 是否說 打完政改一役 就個個殘殺 就一定玩完 就一定會 收緊皮膚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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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是說政改 就算政府有 任何的政策的失誤 政府 都一定會 聽到我們 這十幾個 專業團體的聲音 不知道在那裏 隔一棟大廈 那班人 聽不聽到我們的聲音 只要我們大家 繼續努力 秉承著 做實事 不吹水的精神 我們一定 可以一步一步一步 這樣去改變香港 我們法政會司 成立了之後 我們都試過有不同的事 無論說政改也好 無論是說 叫那些暴徒不准說 警察 抓人法官 放人 亂說話也好 竟然可以奇蹟地六個小時內 袁國強司長回應 同意我們的說法 這個都是一個小奇蹟來的 所以 我們一定會繼續做實事 希望大家都會一起和我們一起做實事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不要氣餒 我們一定要撐到底 是 在這個時刻 我邀請 支持十二一個團體 一起 有說過話 一起上台 跟我一起曲個功 和大家 多謝大家 這麼多個禮拜 這麼多個月來的支持 請 我叫一下口號 到各個其他時候 哀嚇一下口號 各位 再一次多謝12個專業團體的朋友出到來 他們身為專業團體 其實他們花了很多的心力和精力 去為自己個人的成就努力 讀很多書 才可以做到心理醫生 才懂得科技的東西 其實他們大可以好像李嘉誠那樣說一句話 你現在當我好得閒呀 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而是為了我們的社會 為了我們的公義而去發聲 這件事是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方丈亞很小器 我們的政府是可以秋後算帳的 是吧 但是他們不怕 他們為了我們的社會走出來 我們未來 我們都會關注這些的界別 這些的團體 不會被這個政府秋後算帳的 是吧 如果第二天 政府有些什麼小動作 去搞我們不同的專業團體 我們一定會再站出來 是 我們再一次給我們一些的掌聲 我們這麼多位專業團體 謝謝 謝謝 talents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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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kg 只是 事件 手